我们在答案里边 他现在还没有查到 但是这个实践生作假 肯定是确有其事的 所以大家肯定感到很震惊啊 就是说你说皇陵如此重要的工程 那么这些朝廷的大神跟建造商 竟敢公开就勾结在一起 然后呢是弄虚作假来祸弄皇上 先是这个圣柱侵吞那么多银子 然后又是实践生造假 这一码接一码的 让嘉庆皇帝大为恼懦 你想所有的这个文武百官 上至王公大臣皇秦国戚 下到九品的笔贴士 崔长就这样的小官 满朝的文武百官 都干嘛呀 全部都弄虚作假是吧 你看迎死舞弊 祸弄皇上 没有一个认真办差的人 尽管嘉庆帝非常气愤 他自己也有着节俭务实的作风 而且对相关的涉案人员 都进行了严肃的处理 有的官员还为此掉了脑袋 可是当时的清王朝 这种励志废齿 官场腐败的现象 已经是击中难返了 嘉庆皇帝防不胜防 用这样的官员 来修建他的灵寝 灵寝又怎么可能 不出现问题呢 嘉庆十三年 已经建好五年的昌陵 真的就出现了 重大的工程质量问题 嘉庆帝为此龙颜阵 那么这是一起 什么样的工程大案 嘉庆帝又该如何处理 这起工程大案呢 所以在这个嘉庆十三年的六月底 嘉庆皇帝呢 就接到了这个 七陵守护大臣勇军的奏报 说呀 万年吉地工程 因为连月的大雨 下了很长时间大雨 那么在几处的建筑 都出现了渗漏 尤其是东佩殿 出现了什么呢 这个油漆彩画 都脱落了 而且还落有一小块碎末 嘉庆皇帝就担心的是 工程 领寝工程质量问题 真的是怕上来查 勇军的汇报以后 嘉庆皇帝呢 感到事态非常的严重 就马上派这个大学士 刑部上书 长林前去清晰陵 去调查这件事情 看看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长林等人呢 就是马上呢 就赶到了清晰陵 跟这个先气到达的 黄二子敏宁啊 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 跟他一起呢 一验看那个工程的质量 他们认真仔细的 这个把这个所有的林寝的地面和地下建筑 都进行了仔细的验看 得出的结论是 所有的建筑没有一个地方不出工程质量问题的 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这个工程质量问题 他们首先查看呢 就是这个地工工程 因为地工工程呢 是在整个林前里边是最重要的工程 他们进入地工之后啊 发现第一道石门 上门槛和门楼园都借有水珠 第四道石门 有一块这个地漫石是潮湿的 而且第四道门楼的这个门楼坎上 有十几道的灰浆痕 那说明什么呢 那么这些呢 已经有出现了渗漏了 这是地工 然后他们又查看了地面建筑 那么地面建筑 问题也非常的严重 林寝的宫门 就是杀牛仔羊做祭品的这个神厨库 还有这个皇帝啊 就是给皇帝祭祀的时候呢 给他烧制奶茶 还有做面食点心的东西朝房 进入罗文门以后的这个东西佩殿 东佩殿呢 就是在祭祀的时候 皇帝的临时休息的地方 西佩殿呢 就是皇帝祭祀的时候 喇门念经的地方 另外呢 在这个后院的这个 这个林寝门 二柱门 还有这个方程啊 都有这个渗漏现象 那么彩化呢 破损 尤其彩化破损 琉璃娃有脱落 林寝中周县的最主要的 这个三座大殿 情况稍微好一些 就是龙文殿 神道碑亭和明楼 就中周县上的这个主建筑 虽然还没有出现渗漏 但是呢 也存在着做法不符合规矩 就是说不符合 这个工程质量标准的问题 常林他们把整个的 这个查看的情况呢 就汇报给贾姓皇帝了 贾姓皇帝又一次 是大发雷霆了 他大骂这些 所有的成修大臣们 是丧心媚良 你们就知道 亲存工程的这个银两 中饱私囊 没有一个为我认真办事办差的 所以贾姓皇帝下令 所有的承办大臣 这些大小的官员 所有参与 林寝工程的这些官员 全部都给我治罪 而且这些官员的罪呢 都定为三个等级 按照他们这个 这个工程质量的 这个破损程度 还有严重程度 定为三个等级 因为地工是最重要的工程 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所以承办地工的这些大臣 定为一等罪 那么承办的这些 俯属建筑的 就是东西朝房 中西佩殿 神厨库 这个 这些人 这些大臣们 定为二等罪 那么承修中州县上的 这个大臣 因为他没有出现蜃漏 但是做法不合规矩 那么这些人呢 就定为三等罪 家庭皇帝下令 按照他们所定的罪行 分别 罚不同数我的银子 赔吧 而且呢 家庭皇帝说了 一再的告诫 误当 确查明确 不可是要有书咯 就是说所有的官员 谁负责的 你都给我查清楚咯 一个都不能咯 家庭皇帝也实在 没有什么办法了 只能发他们银子了 因为所有的承办工程的 这个 领寝的官员们 全部都涉及到了 只能发下他们的银子 然后再重新来维修领寝 如果再对他们进行这个 刑事制裁的话 那就没有人来给家庭皇帝 干活了 那么家庭皇帝呢 就下旨给这个常林 让他拿出这个工程的维修计划 常林认为啊 他说万年集体工程 虽然所有的这个工程 都存在这个质量问题 但是如果同时进行维修的话呢 还存在着精力和财力 这方面的不足 所以呢 他就提出了分期分批 按照这个这个严重程度呢 这个来进行分期分批 这个解决的方法 家庭皇帝呢 就同意了他的建议 家庭皇帝的昌龄啊 可以说是修建过程 是真的是很曲折的了 虽然家庭皇帝 进行了精心的设计 和严密的部署 可是呢 由于大臣玩乎职守 不负责任 他的领寝刚刚进攻五年 就存在了 就是就出现了 严重的工程质量问题 然后又进行了 围棄两年的大修 这在清代的建陵史上呢 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那么家庭皇帝 费尽心思 迎建起来的昌龄 虽然他的外表建筑 看上去壮观 而华美 甚至完全可以和他东边的 雍正的太陵相媲美 在有些地方呢 还超越了太陵 但是 在苍灵 华丽的灵寝外表下 却无法掩盖 这个清王朝 这种击毙相言 击重难返 还有官场腐败的 种种的这个弊端 尽管家庭皇帝呢 也做了一些努力 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他也自己想做一个 勤政务实的这么一个皇帝 可是呢 他却挡不住 整个王朝的停滞和封闭 宏伟华美的昌龄 让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曾经无比辉煌的王朝 渐渐远去的背影 关于嘉庆灵寝的话题呢 我就为大家介绍这些 谢谢大家 五松打虎的无畏形象 千百年来 让人们口口相传 但是五松就真的是一个 无畏的打虎英雄吗 而五松在景阳港 打死吃人的老虎 为民除害的光辉形象 更是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记忆深刻 但是五松真的就是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去为民除害吗 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 鲍鹏山副教授 将在种种细节中 精辟分析 五松打虎的复杂心态 颠覆性地揭示 这个打虎英雄的 真实心路历程 为您讲述 鲍鹏山新说水湖 五松系列第一集 怒狐山